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就餐的丽丝看到她便叫住她邀请她和她同坐 此时汤姆不知自己已是丽丝眼中的猎物了 丽丝询问她的名字和奇怪 汤姆介绍了自己并回到自己来自法国小镇雷诺 丽丝注意到了汤姆似乎并不见谈 就开始自我介绍她叫爱丽丝 可以称呼她为丽丝 之后丽丝一直目不转睛地打量着汤姆 汤姆意识到注视的目光抬起头对上了丽丝的目光 她一勺一勺地吃着土豆泥 同样目不斜视回视着女子 就这样丽丝和汤姆的故事开始了 吃完饭后 汤姆故作老练地点燃一根烟 并询问丽丝是否可以 丽丝表示自己不介意 他们随意地聊天 汤姆坦言她从12岁开始抽烟 她的朋友教她的 至今一直未断并且有烟影 她自己都没有想过对烟上瘾 而自己的母亲是一个很酷 也会抽烟的女人 父亲是一个县城的省纪元 虽然不酷 但也很好 汤姆说她今年18岁 非常厌学 认为学校的老师愚蠢白痴 但她现在又为了学分而努力补救 丽丝是一个摄影师 并且认为生活烦闷 垄长 丽丝告诉汤姆时间过得很快 什么都没有做 时间就都没了 生活谋盛的问题 不必害怕 长大了自然会有苦恼 年轻时会想着自己长大 会做什么样 怎么样的生活 但是到了一定年龄 生活总会不其然地告诉你 要怎么做 而对待生活 真正需要的是自信 对于规划未来 人们小题大做 真正需要做的是从容 就像打网球一样 做充足的准备 不能逃脱 她问汤姆 是不是对这样的生活感到害怕 而汤姆不认同 她说那一定是你对所需要做的事情 想得太认真了 想要一份报仇丰厚的工作 还有自己的生活空间 年龄增长会带来烦用 每个人都会为自己脸涂抹脂粉的那一天 聪明的人就会将自己的脸重新装扮 而她的风格就是不到30岁 她不会学习 而丽丝则说那是因为她现在年轻 30岁不老 但是很快就到了 聊天无以为继 汤姆询问丽丝是否还要咖啡 丽丝拒绝了 汤姆则说应该去好饮 轮床上度过的一晚没有浪漫的色彩 太早休息 她没有面子了 丽丝邀请汤姆陪她去购物 汤姆在超市选购酒品 但是汤姆年龄不够被店员拒绝了 汤姆跟店员解释是为自己的母亲买酒 店员依旧拒绝了 丽丝告诉她不必解释 然后一起结了账 随后他们去酒吧 丽丝把汤姆当成诉说生活事宜的倾听者 她告诉她喝酒就是衰老的特权 人们像牛一样被领回处篮 举嚼干草 配对 然后结束一生 空洞无序的生活 使人生没有了色彩 上了年龄的女人 也没有享受爱情的权利 他们是昨天的新闻 男人不再留恋 像她经历过婚姻的失败 她的丈夫是一个好丈夫 难得对她忠诚 只是对她没有了兴趣 没有了激情和依恋 但她不能挑剔 选择远受 令她窒息 没有爱的婚姻 使她在生活中被忽视 而男人似乎天生就有选择的权利 这不公平 而男人伤害女人破坏生活之后 仍旧表现的在乎 希望女人不要离开 这也是她经历过的 所以她坚持了八年选择离开 她和她的丈夫婚姻八年 没有孩子 因为她的丈夫总是做预防措施 在她看来 一个爱女人的男人 是不会做措施的 浪费了八年时光 而现在男人三个月 都没有看过她一眼 最终她选择了离开 时间就在昨天 这也正是生活需要改变 更好的改变 丽丝像是旁观者 吐槽着生活和婚姻 一个对生活无望又麻木的 女人的眼神 总是这么能激起男人的怜惜 丽丝像是一个天生的弱者 她的眼神一直在和汤姆交会着 这双眼睛透露出太多的柔弱 同时也饱含着寂寞 汤姆同样注视着她 丽丝问她还有没有可乐 并说她要喝酒 今天是她单身的第一晚 汤姆站起身来说她去 端起酒杯就行添了酒 酒保学问她的年龄 汤姆就指丽丝坐的地方 对酒保说那是她母亲 她是为母亲买酒来的 汤姆回来的时候 丽丝正好解开了她的头发 她问汤姆她可以喝酒吗 汤姆则说都在海上了 不受法律约束 不出所料 丽丝的遭遇果然勾起了 汤姆对她的同情和怜惜 汤姆对丽丝讲 她的丈夫配不上她 她是个混蛋 丽丝说没那么简单 她的目光几次看向汤姆 欲言又止 最终说了句 也许是他们简单 我复杂 汤姆笑了 满眼羞怯地看着丽丝 这时酒吧的魔术出场 打断了他们之间的对视 汤姆说魔术令人厌烦 点燃一支烟 中央舞台上 魔术师表演着空手变白鸽 而昏缓的灯光下 丽丝看着魔术师的表演 而汤姆一手夹着烟 另一只手 则悄悄地伸向桌面 握住了丽丝的一只手 丽丝似乎很惊讶 但并没有抽回自己的手 而是专注地看着魔术表演 新的魔术表演 木箱刺女人开始了 丽丝吐槽着魔术师 和他的女搭道 他说人们看到的 就是箱子里真的装了个女人 但其实是假的 魔术表演是玄机 而玄机似乎是最吸引人的 汤姆从一开始 就一直注视着丽丝 一只手熟练地抽烟 另一只手就握着丽丝的手 丽丝不停地说着话 吐槽着看到别的魔术表演 但他的眼神却始终注视着汤姆 而汤姆满眼挑剔地 握着丽丝的手 捏绕把玩 丽丝看着被汤姆摸缩的手 回之以微笑并没有拒绝 直到魔术表演结束 他们一直使之紧紧相扣 汤姆愈加大胆 他的手渐渐抚摸到了丽丝的胳膊上 丽丝告诉汤姆 男人都一样 至少他遇到的男人 是有劣根 有劣性 有缺点的 只有陌生人最有趣 汤姆告诉他是他选错了人 在丽丝的追问下 汤姆并未解释 随后酒吧响起了舞曲 汤姆拉着丽丝要去跳舞 丽丝拒绝说跳舞不适合他 他已经超出年龄了 汤姆便牵起丽丝的手 走向了舞池 他们紧紧的相拥 转动着舞步 汤姆的手一直在丽丝的臀部揉面 丽丝也在此过程中 享受了汤姆温柔的亲密 丽丝被挑逗的哈哈大笑 汤姆问他有没有男朋友 丽丝说 这不关他的事 他们忘情的在扭动着舞步 也沉醉在甜蜜的纠缠中 丽丝的笑谈让汤姆更加纠缠 丽丝说 他更加追求强壮的家具搬运工 但相反的事情 却总是纠缠着他 他本该拒绝这一切 但他又贪图这一切 他告诉汤姆 他不会和一个 能当他儿子的男生发生关系 汤姆不明原因 丽丝说他喜欢能让他受到伤害的男人 那样才有风味 汤姆则说他喜欢温柔 抱着别人爱抚 或者被别人抱着爱抚 而丽丝则问他 爱抚有什么用 他不会让你走出困境 还是一个人好 孤独不会招来坏人 汤姆说丽丝是一个坚强的女人 他一直以为她是温柔的 遇见他就想把她抱在怀里 丽丝却说 这样看起来 男人也是会犯错的 汤姆却生气了 他对丽丝说 因为我爱你 所以你取笑我 总有一天 他会长大 到那个时候 你就真的老了 并且会是孤单一人 他们不欢而散 汤姆一个人离开了 而丽丝则是在寻找中 回到自己的人船 丽丝在屋内徘徊 有些犹豫 却在偶然间 透过窗悬 看到汤姆在栏杆处 吹着海风 随后丽丝下了船舱 走到下层船板 站在汤姆身边 说了句对不起 汤姆扭头说没关系 却并未转头离开 丽丝说他怕水 天黑时 大海有种魔力 吸引着他跳下去 丽丝让他小心 掉下去 他也不会去捞他出来 丽丝问他 你真的不会救他吗 而汤姆却说 他不想得到 没有任何回报的死去 丽丝很惊讶 汤姆会这样说 汤姆则认真地说 这是真的 水很刺骨 天也很黑 他们掉下去 活不过十分钟 他很勇敢 但并不蠢 丽丝指出了话题 并开玩笑地说 他不想有人 给他上救生壳 丽丝对汤姆说 让他需要浪漫一些 而汤姆却直白地 告诉丽丝 他想和他睡觉 丽丝说非常浪漫 访问汤姆 他觉得这样 对女人说得通吗 汤姆为自己 鲁莽的语句 对丽丝说抱歉 他只是不知道 该怎么对他 丽丝笑着看汤姆 沉默片刻对汤姆说 女人喜欢粗鲁的言辞 而不是通俗的表白 不喜欢提前准备好的措辞 说着 转向了大海眺望 汤姆问他在看什么 丽丝说 什么都没有 他在等待 汤姆不知道此话何以 转过了身 丽丝则慢慢走到 他的身侧 对他说 男人应该采取主动 而不是靠女人帮助他 让女人感到不安 并说女人看到男人 反攻时 令人激动的事情 话音刚落 汤姆就对着 丽丝的嘴唇吻了下去 突如其来的吻 令彼此更加沉醉 他们激烈的纠缠着 汤姆询问丽丝 他们走不走 要不要去丽丝住的地方 并问丽丝 有没有订船舱 他们边走边吻 丽丝拉着汤姆 走向他订的船舱 就这样 丽丝寻寻善用 汤姆被拿下了 回到船舱 他们相对而走 汤姆点燃了一根烟 丽丝就一直看着他 汤姆慢慢的 坐在了丽丝的身边 慢慢的亲近丽丝 丽丝起身去关了灯 拿了烟灰缸给汤姆 随后自己转过身 脱了衣服 而汤姆也起身 脱掉了自己的衣服 春风一度 美妙凉消 丽丝感慨汤姆的年轻 汤姆说他真是年龄 16岁 一场憨战平复 他们已在床头聊天 寂静的夜里 他们相忧而眠 突然一阵铃声 打破了夜的宁静 也吵醒了他们 一场情势刚了 他们又享受了一次夜的美妙 事后清晨 他们收拾妥当 准备离开 汤姆说想拍一张照片纪念 遭到了丽丝的拒绝 丽丝虽说不行 但最终他们还是拍了一张照片 丽丝平静地看着镜头 而汤姆则沉溺在丽丝的肩头 意味着 照合照片 汤姆拿着照片很满足 一路都紧紧搂着丽丝 他们来到甲板上看海 甜蜜接吻 之后又来到餐厅 丽丝请汤姆吃饭 对作无言 此时广播里响起了船长的声音 自豪好即将到岗了 汤姆对于餐厅狼吞虎咽 丽丝问他饿了吗 汤姆只说我们快到了 丽丝说还有时间 接着又问他急着分手吗 这时到岗的广播再次响起 丽丝笑着说别管他们 他们相视而笑 他们回到船舱收拾行李 丽丝要汤姆去拿自己的包 汤姆不舍地吻着丽丝 他们随着下船的旅客走到楼梯处 汤姆告诉丽丝 让他在这里等着 他去客舱拿他的行李马上上来 他们又吻了一次 汤姆一步一回头 最终飞速回到了客舱 走到自己的位置 拎起行李夺门而出 步履匆匆赶着和丽丝会合 然而等他到了约定的地方 丽丝和他的行李早就已经没了身影 汤姆巡视了四周并没有人影 随后拎着行李下了船 此时客车正好驶离 他驱着车子跑了片刻就要放弃了 再次拎着行李跑向码头 乘客排队离港 汤姆挤身其中 而此时丽丝正好捡票走向出口 就在出口处 一个孩子飞奔扑进丽丝的怀抱 紧随其后 一个高大的男人接过丽丝的行李 他们一家三口相伴走出了码头 而汤姆还在排队等待捡票离开 到了诺大的后客厅里 汤姆拎着行李依旧四处寻找 等他满头大汗去喘吁吁的走出大门时 就在正前方 丽丝打开车门坐进副驾驶 关上车门催促丈夫开车离开 对于身边的一切熟弱无睹 似乎根本没有看到汤姆 男人开走了载着绿丝挤孩子的车 而汤姆红着眼眶 开了开鼻涕 拖着疲惫的步伐背道而驰 影片到此结束了 轮渡一夜短暂的就像一场梦 年轻的躯体是舒解寂寞的工具 温柔的性格也是燃烧欲望的火花 船到岗了 天也亮了 这一切并没有谁对谁错 上岸了一切归于平静 没有为谁惯惜 没有为谁遗憾 就像汤姆可能真的动了真心 但接受现实后就该擦掉眼泪 大步向前 不再回头留恋 本期视频讲解到这 如果您也有想看的电影评论区留言 告诉大美 我们下期再见了